各位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的腳步依然停留在東村 因為我們要探訪一家最近新開幕的奶茶店 雖說是奶茶店,但聽說這家店的招牌、咖啡、火茶 也是超越奶茶的單品 那就請各位透過我的鏡頭感受那領品的聽心美味 爾無茶N25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訪的店家 能立足在東村這個以學生為主的商圈 一定有其恆道之處 電腦內的空間不大 只能容納大概五、六個人站著 所以應該是以TUGO這種快節奏的外帶飲料店為構想 店內的空間不大 這次探訪我也一樣邀請了兩位朋友 Andy Kelly來當我的特別來賓 與我一起適合這家店的獨門演品 €39秒 店內的空間不大 店員不好 電腦各自然頂次 店員快樂 樞尾巴 店員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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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多 爛 首先我們要來試喝店裡的招牌 金鮮淡氣茶 還有淡氣咖啡水果茶 淡氣咖啡水果茶的部分 我們試喝了三種口味 看這細緻的氣泡、薄荷葉跟冰塊的組合 一不小心還以為是在喝冰啤酒呢 喝完了天圈接下來是喝淡氣咖啡果茶 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口味 強烈推薦 店家把切碎的薄荷丼加到火茶裡 在口感跟味道上增加了一個層次 我們三個人一起試喝了迅玄丼百香綠茶 這算是真實的水果味道 必須說真的超讚強烈的推薦給大家 真心不便 接下來這杯是店裡的旗艦飲品 單價是12.95元 這是一杯充滿了白巧克力、黑巧克力、巧克力、牛奶 不分美的飲品 另外還有這一杯北海道抹茶紅豆拿鐵 老闆說使用的紅豆是層次台灣屏東的萬丹紅豆 謝謝 Cheers! Milk chocolate, white chocolate, and raspberry Yeah I think it's not bad Considering my regular cup of milk tea is $7 On like an average But then with all this You have like three types of chocolates And then the raspberry That's not bad for $13 Wow I don't know Matcha? OK It's not really grassy taste So it's not really bitter But it's more of the creamy Matcha latte taste So I still like it 接下來是店裡的隱藏菜單 要詢問才會有 沒錯 店裡有賣越南咖啡跟越南麵包 這家店有賣越南麵包 多少也應該是為了平和學生族群的關係 老闆師承越南華僑的手藝 越南麵包特別正宗 越南咖啡則是有點變化 用咖啡豆取代邊角料 讓咖啡不苦澀 也不需要用到大量麵奶的甜度去壓制 所以喝起來不會超甜 咖啡的味道不會相處 算是新式的越南咖啡 在五打碗中 直接打碗中 黑豆水 完全別稱讚 最後 Andy Cally 做了一個飲料排名 很個 裡面 水果茶 是來店必喝的 還有淡氣咖啡三聖果茶 杏玄凍三聖果茶 也必須試試 另外越南咖啡的獨特濃郁香氣 也讓它成為必喝的飲品之一 好了喝了這麼多飲料 再不去廁所就要爆炸了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겠습니다